T&R在健身房看到你可以跟你拍照嗎 大家要在健身房找我拍照 我非常樂意 我也沒有什麼好拒絕的 只是之前在健身房有一個人錯誤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當然如果你是那個工程師小編的話 沒問題 絕對沒問題 胡人的表現令我難過 到底是胡人陣容的問題大一點 還是火腿的問題大一點 你要想的是 胡人去年輸球的問題 你覺得胡人在陣容上今年做出了哪些改變 沒有啊 就跟當初我在交易大線 一直在我的直播上面喊話 胡人這邊一定要交易掉D'Angelo Russell 換來一個防守型的側翼 或者是你補強你的禁區 可是通通都沒有啊 那那樣子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去戰勝一支去年把你很少的球隊 又不是說4比3 站到最後一刻你輸給金塊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OK 那我們明年捲土重來 我們策略上面調整一下下 可是你今天就是被很少 很少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勝率是0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教練一定有他的問題在 可是教練是能夠一個人扛住4場比賽嗎 你說如果今天換一個 Phil Jackson來 你換一個紅頭教練來 你就可以拿下4場比賽嗎 在一個Series裡面 如果是以戰勝金塊為目標的話 所以我覺得問題不是什麼教練 也不是什麼球員沒有做好他們英進的本分 你要想的是表現非常好的胡人 對上手感沒有那麼好的金塊 你還是拿不下啊 純粹實力上面的差距嗎 還小了 Vanderbilt Vanderbilt沒有用啊 你把Vanderbilt擺上場 搭配LeBron James 搭配Anthony Davis 搭配Rui Hachimura 這樣子的陣容 你覺得那個外線會有多體 LeBron可以投 D-Low可以投 還有誰 假設是100%的他好了 他的功用比較像是 比方說Jamal Murray打起來了 就讓Vanderbilt去煩他一下 去弄他一下 MPJ打起來了 那就讓Vanderbilt去對他 所以他屬於一種 功用性非常特定 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在場上 給你30分鐘以上上場時間的 先發等級的球員 假設胡人今年被金塊很少 絕對不是因為少一個Vanderbilt 想知道為什麼GM是快艇黑 如果你有在看我的頻道的話 你就會知道這個來龍去脈 因為兩年前 我在開戰預測的時候 我是預測快艇 會是西區Top2等級的球隊 我印象中好像是把他們排到西區第一 結果後來又是一樣的套路嘛 傷的傷 怎麼樣的怎麼樣 反正最後快艇又是在第一輪 就被太陽掃地出門嘛 一直以來快艇都是給人家非常大的期待 然後永遠都是在肌肉賽打不出成績來 所以自此之後 我就立志成為一個快艇黑 只要他們一天不拆火 我就是一天黑他們黑到底 你要我今天不當快艇黑 你就有種拿一個冠軍 那我就乖乖閉嘴 Dewight Howard 2020防暴小丑 那他自己今年也是說他照樣防暴 是真的有可能嗎 簡單來說啦 Dewight Howard的話聽聽就好 如果今天他有一丁點回歸到NBA的可能 譬如說IsaiahThomas 儘管當初有很多消息說他要來台灣 那他後來是不是就在NBA又拿到機會 同樣的道理 Demarcus Cousins他現在來台灣打球 我們要湊他的意思 NBA等級的球員能夠來台灣 我們身為籃球民要很開心 只是我們有一說一啦 他有任何NBA的機會 他當初就不會來台灣了 如果太陽一輪有 Where's the next chapter of KD Timberwolves 好不好 還是我覺得 要不要KD、Steven Curry、LeBron James 組一團 復仇者聯盟 反正現在都流行三巨頭嘛 哪一支球隊要DraftBronning LeBron就去那一隊 不管是KD還是Steven Curry 你就要求交易到那支球隊 因為感覺現在Steven Curry也缺一罐 KD也缺一罐 LeBron James也缺一罐 所以他們乾脆一起啦 我在這個系列賽開打球 我就已經說過Anthony Edwards 在我心目中是目前最強的shooting guard 我跟你講啦 Devin Booker跟Anthony Edwards 最大的差距是什麼 就是Anthony Edwards 即使是表現不好 他都有辦法 透過他的防守 透過他的傳球 去帶隊贏球啦 Devin Booker基本上進攻端 如果沒有好的表現 他就沒有其他貢獻啊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什麼 No.1 shooting guard的問題啦 這個已經是Anthony Edwards啦 我已經沒有想要聊Devin Booker啦 Devin Booker先下去好不好 現在要討論的是 Anthony Edwards 跟KD對比 是不是他比KD還要強 以現役球員來說的話 Anthony總是給我感覺 他很像大凡派 像勇士時期的KD 他對待KD的那個態度 有些人可能會把他解讀成什麼 很屁孩或是怎麼樣 但是我認為他是真的發自內心 打到自己的偶像很興奮 然後自己表現又好 所以他給出來的反應是這樣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 很做自己的球員 東覺西覺預測一下 我先講我想要看到的組合好不好 灰狼對小牛 我覺得那個會非常精彩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啦 比較有可能的應該是金塊 對小牛 東覺的部分應該沒有什麼懸念吧 就是賽率 對上 公路 如果Yanus是健康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尼克 公路這邊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字母哥的狀況就是不知道 而且他說不定如果急著回來 搞不好又受傷也不一定啊 因為我覺得 字母哥是那種很心急如焚 想要回到場上幫助球隊的球員 站在球員的立場 我是希望等到他完全商養好再回來啦 要不然的話 你要想他是公路對未來的所有希望 他如果這個商弄到明年那怎麼辦 而且反正今年公路都是沒有奪冠的實力嘛 太陽的宇宙戰艦如果解體 我家魔術有沒有機會拿拿看必有 你拿Clay Thompson就好 你拿必有幹嘛 做人不要那麼貪心好不好 但我是認真覺得 如果太陽在第一輪真的是4142被淘汰 太陽真的直接解體就好 你花那麼多錢到底要幹嘛 要戰機沒有戰機 要季後賽沒有季後賽的表現 直接打掉重建 但我自己啦 我會選擇留Devon Booker 把KD弄掉 然後把Bio弄掉 看看可不可以換回來什麼酷酷的東西 但Bio有點難啦 Bio的合約太大分了 你要以他今年場均17分 OK 就算我給你22分好了啦 場均22分的球員 在NBA現在隨便抓都一大把 有需要給到那種頂心 5000萬 沒必要吧 想看Ann跟Luca互相標分 他們是除非打到西角啦 否則他們不會對到 第二輪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是輝朗隊金塊 我已經摩拳插掌 我準備要看那個比賽 每一場 我不一定會出戰爆 但是我一定會看好看滿 我再強調一次 Yokic是我近期以來最喜歡最喜歡的中鋒 但是我其實很想要看到他吃憋一次 因為他現在的主宰力已經有點噁心了 你知道嗎 你就看到一個肥子在那邊打老人球 把場上所有人都吃爆 看了有點膩 還是他就要一路主宰到冠軍賽 我感覺應該是後者啦 但是我內心是真心想要看到他吃憋一次 Jomal Murray 相較之下 我並沒有說想要看到他吃憋或是幹嘛 因為我覺得他對比Yokic 他的表現算是一個正常人 關鍵的時候很扛 投不進的時候他也確實很鐵 可是Yokic是那種 你看他比賽就覺得 今天Yokic表現應該沒有多好吧 然後你翻了一下他的數據 上半場而已 15分7籃板7助攻 你會覺得他好像沒有做什麼啊 他不就是正常打籃球而已嗎 那就更不用說 他如果今天很明顯就是打得非常好 那那個數據就是30分 15籃板12助攻 然後命中率7乘5 有夠噁心的你知道嗎 即使我很喜歡Yokic 我也想要看一下他煩人的那一面嘛 看你總是那麼扛是怎樣啊 沒有啦 也不是抖不抖欸 你的問題 因為畢竟籃球比賽好看就是在於說 每個球星他都會有一些低光時刻 那可是自從Yokic成為MVP等級的球員之後 他好像沒有真的表現很差的時候 當他的陣容跟他的隊友是好的時候 他好像就是穩穩的贏啊 就也沒有說哪一刻你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有點不穩哦 他這個對手非常強大哦 他就是把對方玩弄於鼓掌之間 更搞笑的是你會覺得 他根本就也沒有在出全力在跟你玩 感覺因為老師來一個膝蓋大傷 也完全不會影響他的主宰力 因為他是靠他的頭腦跟身材打球 除非他真的去撞到或是踩到誰吧 因為通常膝蓋會受傷的人是運動能力很強嘛 像譬如說 Zion Williamson 或者是 John Moran 要不然的話他的膝蓋要怎麼受傷 他幾乎也沒有在跳 你認為Yokic可以像LBJ一樣連打八年冠軍賽嗎 還有你認為金塊陣容可以維持多久 為什麼Yokic可以上場時間那麼久 金塊陣容可以維持很久 因為他們的合約都是manageable的合約 我覺得連續八年真的很難 Yokic他現在處在非常強的西區 所以如果未來Yokic想要完成 當初LeBron James的創局的話 他的難度會更高 因為LeBron James當年組團的時候 老實說在東區沒有人可以跟他真的去抗衡嘛 可能出過一個溜馬隊 剩下的球隊你說真的能夠跟LeBron James去與之抗衡嗎 其實真的沒有 這也是詹黑們在黑LeBron James的時候最常說的 你八年抗爭八年抗爭 問題是跟老詹對打的球隊 都是一些什麼老英隊 Isaida Thomas的賽律 就他們可能都是例行賽戰績很好 但你說真的這種球隊到季右賽也能打嗎 其實也真的還好 一方面你可以說是LeBron James的偉大 但同時你也可以說他的對手非常弱 可是Yokic遇到的對手會是不一樣的情況 即使Yokic再怎麼搶 不要說他會失場 他其他隊友會不會失場 你盡快真的強大到 只靠Yokic一個人就扛得動 應該也不是吧 GM是否覺得今年是最後一年看到全力戰的 甚至可以說是最後兩場 我覺得老詹應該還可以再搶一年 假設今年我們在例行賽看到的是 25場的全力戰好了 那明年我們在例行賽可能只能看到 maybe15場的全力戰 在季右賽打7場 我們可能maybe看到2場全力戰 不會有明顯的下滑 就大概是場均20分 但是他出全力的次數 我認為會一直下降 因為我不認為老詹是那種 可以接受自己 攪出場均10分的球員 今年輝郎和當初西區第一的爵士 誰比較強 那當然是輝郎啊 當年西區第一的爵士 在很多人眼裡都只是一個假強隊 那你一字攤開那個陣容 爵士那個時候的防守 Gobert是一樣嘛 但是你從1號到4號位 那能比嗎 就當你是爵士時期的 Mike Connelly比較強好 因為比較年輕嘛 可是你2號到4號位 在防守端的表現 那個可是天差地遠的 所以今年的輝郎 比當初西區第一的爵士要強 今天怎麼看說NBA要在Vegas 成立一支球隊 LeBron要當老闆 這樣可以直接Draft Brownie 從LeBron變成The GM 你不可能是身為球員的情況下 又堅任老闆 你說未來LeBron James會不會當老闆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他的志向 換作是我是LeBron 我也會這樣操作 可是前提是要先確定自己是已經要退休了 那我認為現階段的他應該還是不會退休啊 感覺得Pyreel好像underlisted 他應該有T.O.T.Fan Shooting Bar 8勝去我覺得他打得比Belving Booker好 怎麼感覺經濟沒有人討論 他對人連G.US會也進不了 應該說Terry Underrated是合理的 雖然說他今年是有打出來 也完全證明了他的身價 可是近幾年來看的話 他被Underrated是合理的 還有不是說每一年都打得像今年這麼好 主播你可以邀請黎戀人一起看球嗎 忽然贏兩場的話邀請車幹 這是放棄你放棄愛放棄的夢被打碎 忍住被愛 我以為你是成全 你卻